花蓮溪出海口的林鼎甲 紧淋在花蓮市旁边 特殊的地理位置 造就出壮丽无比的风景 而在地质上 它也有特殊的地位 这里是花东海岸山脉的起点 有着说不完的地质故事 太平洋深蓝的海水 波涛汹涌的拍打着 连绵不绝的海滩 来到林鼎的游客 会被海滩上 高崎的一堆岩石吸引 这堆岩石 有着特殊的地质绅士 这个石头你看 这些大大小小 也是不一样的石头 事实上是火山喷发的固质 闻着火山喷发出来的东西 非常非常之丰富有趣 那怎么讲呢 它有岩漿 它有火山飞 如果可以大一点 火山淡 非常之激烈的地龙的自然现象 一千多度的岩漿 喷出来的速度是每小时 两三百公里 这么快速的速度 然后呢这些东西就 水有中力 还有风力 下到那个火山的 焦州的地方 那就是海嘛 林鼎岩石的故事 要从一千万年前说起 在距离台湾一千公里外海 菲律宾海板块 因为板块引没作用 引发数百万年的火山喷发 而菲律宾海板块 持续往台湾靠近 在五六百万年前 与欧亚板块碰撞 形成东部的海岸山脉 而林鼎的岩石 就是沉积在海底的火山喷发物 林鼎的岩石引起地质学家的注意 它是由大颗粒的火山极块岩 和地质学上称作 凝灰植沙岩的火山灰组成 林鼎这个地方最特色就是 可以看到它是海底火山的遗迹 那怎么去看它呢 这一层一层就是 凝灰植沙岩上面 盖了这个火山极块岩 一块一块一块的 它大小是不均一的 表示它这个水流的能量是很大 所以把这些极块岩 不管大大小小 在这个斜坡上面就很快的下来 那我们地质学家会叫做 海底的深海灼流岩 灼流就是它带来的这些 很大量的颗粒大小不一样的 很灼的流带来的石头 海底灼流岩又成为 海底沉积物重力流 类似陆地上的土石流或雪崩 在重力驱动下 沿火山斜坡产生高流速的流涕 那火山东西 看出来之后呢 丢在这里一直下去深海的海盆 上面去 那这下面的就有羊流啊 有那些东西啊 将那些成就在搬运 水流的非常稳重 从这种密度流 密度流的意思说是水体之外的 含有很多沙泥大石块 这种东西呢 它的比重呢 可能是超过二 所以它流动快的时候呢 它能够会 非常非常充的冲刷力量跟一个冲击质量 那所以这个这个当这一场太沉积的时候呢 输出了真的是惊天动地 海底着流由于冲力很大 具有强大的侵蚀能力 在海底冲刷出海底河道 而林顶的这堆岩石 就是深海力的海底河道 地质学家从岩石上读出海底河道的沉积过程 这个叫平行层里 然后很有趣的呢 你看那个平行照理说 它堆积应该就是一层一层的 可是这些火山极快岩 那它不是平行堆积 它是这种挖成一个像这种碗状的 这个河流突然间带来 重量比较重的火山极快岩的堆了一层 然后接下来呢 能量水流又平静下来了 所以上面就开始堆成一层 当它岩石还是很软的时候 它软形变 因为它还会弯的 会像折皱 所以它就会变成一个像河道一样 有一个凹槽碗状的 这一层一层代表是水流是这样 让它堆积是 跟着水流这样一层一层堆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就是 这个一层一层中间 它有夹一些这些斜胶的 斜胶的这个层 这个层就是表示水流是这样 突然间水流能量比较大 所以它就会把这一层一层的带 带着跟着水流方向 会这样一层一层堆的 这个我们地质的名词叫做交错层层 它就是一个记录 过去一千多万年 在这个地球上面 在这里 它进行了什么作用 它产生了什么事情 一具细无疑的 都记载在石头里面 林鼎曾经在海底 有过惊天动地的里程 如今抬升到海面上 依然可以感受到波澜壮阔的气势 而在板块运动上 林鼎也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林鼎就是海岸山的头 菲律平海板块往北 在苏澳宜兰这个区域 事实上是引没到台湾岛下 所以海岸山在南边 一边碰撞一边往上抬 一边再到了林鼎这个地方 海岸山脉最北端 它就被菲律平海板块往下引 引没到下面去了 这个石头这里就是海岸山的起源 然后一直往那边 随着下面的土修 那个石一直上去越来越长大 到到新港澳山 接近两千公尺的高山了 然后慢慢又下去到台东去 要摸到海里边去 所以整体看起来就是一个流线体 好像一个所谓海豚的外形一样 海豚上升起来 然后跳到最高的都下去了 那现在看到了 这个海豚的头部尖度又下去了